大约两个星期后就是我国的56岁生日了 不过由于本地近日社区病例回升 我国再度进入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 国庆庆典不得不因此延后到21号举行 国庆日当天只有滨海湾浮动舞台举行 即便如此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 相信国人还是会以自己的方式为国庆生 今天的国庆特辑一起去看一看一对好友 如何通过拍照和视频以及组装模型来庆祝国庆日 M3G周桥车变身成为军用伏法 这正是国庆庆典上的21响礼炮队在彩排的画面 而这鲜少会呈现在公众眼前的幕后花絮 是一名国庆日发烧友的杰作 陈思达过去五年来 必定会出现在每一年的国庆庆典彩排附近 用他的摄像镜头捕捉彩排点滴作为珍藏 每个国庆庆典彩排队的时候是每个新加坡人很 patriotic feeling的时候 所以我们也是在想来一起来做这些一年一次的好玩的东西 我看着那个21刚才想到这些部分是很有趣的 可以去做一个video来玩玩一下看看一下 为了完成视频拍摄 思达从今年7月初的每个星期六都会起个大早 前去这个彩排现场拍下这些珍贵画面 同样对国庆庆典情有独钟的还有梁文黄 文黄和思达五年前在一个Facebook兴趣小组上认识 后来成为好友 每年到了国庆日这个时候 两人便会结伴摄影 到我国不同角落拍摄我国陆空军的各种装备 他们甚至会到有设置最低消费的高空餐馆 只为拍下最佳角度的照片 大体上我们都会拍路面跟空军的表演 是否在路面是免费的 但是要拍空军在天空飞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去找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来拍摄飞机的过程 所以入门票会比较高 一年一次应该是还可以接受 因为我觉得这些照片会有价值性 这些照片除了是珍贵的收藏 也是两人的最佳参考资料 因为文黄和斯达都热爱组装路空模型 为了确保精准度 少不了要做好资料收集的功课 像是这台遥控模型坦克 就是斯达的得意作品之一 为组装这个坦克 斯达特地观察了去年和前年的机动队伍彩排 以便能精准地完成坦克的所有细节 为求尽善尽美 每个模型背后都是数不尽的 星期六彩排日所拍下的照片 我们一个人最少拍五百到六百张照片 要做一个模型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需要很多照片还有资料 才能做得出 对斯达和文黄来说 这就是他们独一无二为国庆生的方式 但他们更期待的是 我国能早日走出疫情阴霾 在新厂泰下普天同庆 今天的斯达有约就播到这儿 欢迎浏览巴世界新闻网 以及斯达时事的Facebook页面 收看网络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